波士顿塞尔提克队在本季的季后赛首战 只让老鹰队得到99分赢球 今天继续在主场迎战同一个对手 进行季后赛第二战 首截双方杀得难分难解 绿山军的第二怪 赏了对手一个火锅之后 Malcom Brogdon充分利用了最后2.5秒的时间 投进一个半场压哨Logo Shop 为地主球队争取到28比25的三分领先 今天Brogdon上场28分钟 攻下13分7个篮板8次助攻 这是他投进的唯一的一个三分球 从重播画面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的脚踩在中线上 把这个超大号三分球送进篮筐 老鹰队的Trey Young 前一战表现失常只得到16分 今天他用更好的投篮命中率 帮自己洗刷名声 第二截投篮命中率100%的他攻下5分 而绿山军有了进攻可以指挥分球 防守又能密不透风的Marcus Smart 作为场上的指挥官 让Jason Tatum这两分拿得轻松愉快 Tatum在第二截攻下了14分 而第一战的下半场 老鹰队一共攻下55分 领先的塞尔提克队的38分 今天下半场 老鹰队也在苦苦追赶 但69寸的John Collins 一个人在禁区努力了半天 该踩的脚步还甘做了讲动作 一个也没有少 但绿一人就是不买单 硬是把他的进攻给挡了下来 同时有手转攻的绿山军 还由Tatum直接分球到底角 由Hoffer投进了一个三分球 扩大领先差距到79比59 不过进入到第四节 落后的老鹰队没有提前放松的本钱 Brogdanovic今天攻下全队第三高的18分 三分外线七投四中 然而在主场作战的塞尔提克 今天火力四射 除了有五位选手得分上双之外 Hoffer攻下了8分 四个篮板三次助攻 Tatum攻下全场并列最高的29分 十个篮板 Derek White今天表现非常出色 狂标26分 七个篮板 三个火锅 合力协助波胜塞尔提克队 在这个系列赛再以119比106拿下一胜